你的银行里面有高额的存款吗? 你是有开一部非常拉风的跑车吗? 你住在豪宅里面,还是你有名有望 有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高薪的工作 这样子就算成功了吗? 那到底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你想不想听爱莫生怎么说? 我是EQ Master雷洛梅老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 我非常喜欢爱莫生所写的诗 那它是这么说的 常常笑并且开怀大笑 To laugh often and much 要取得聪明智者的尊重与钦佩 To win the respect of intelligent people 就是我们要让有智慧的人 很聪明的人 让他们来尊敬我们 让他们来敬佩我们 也要得到孩童的喜爱 And the affection of children 因为孩子是非常直接的 你只要对他诚恳 给他注意力 真的真心真意的跟他玩耍 陪伴他 他就会真的喜欢你了 那还要赢得诚恳批评者的赞赏 To earn the appreciation of honest critics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非常诚恳 愿意跟你讲实话的这种人 所以在外面我现常看到 听到人家说 哎呀美女美女 帅哥帅哥 其实都不要太兴奋 因为这不是真的非常诚恳的话 那并且呢 他说你要容忍虚伪朋友的背叛 And endure the betrayal of false friends 那我们常常会碰到 有些朋友真的是两面人 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子 在你背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要能够容忍他们的背叛 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懂得欣赏美 寻求他人的优点 To appreciate beauty To find the best in others 尽量设法改进这个世界 To leave the world a bit better 不论是通过养育一个健康的孩童 Weather by a healthy child 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那可能是呢 通过把一个孩子养育的非常的健康 或者是耕耘出一片美好的园林 A garden patch 就是我在家里种一个 种一片草地 或者花圃 或者是青菜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让这个世界都变得很漂亮 那或者改善一桩社会的缺陷 Or a redeemed social condition 假如这社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我们觉得真的需要改善 那我们就可以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做 那要了解到因为你的存在 至少有一个人的生活更为顺畅 这个就算成功了 To know even one life has breathed a little easier Because you have lived This is to have succeeded 这样子就算成功了 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丰功伟业 我不一定要去什么盖飞机啊 照搭炮啊 或者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假如我能够把一个孩子养育的非常的健康 这个就是对社会有很多的贡献 那假如我经营出一片vegetable garden 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鲜的有机的食物 这些青菜水果 那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甚至假如我们更有多的力量 我们可以去改善社会一桩缺陷 那这样子其实做到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说假如因为你的存活 有一个人因为你这样子 他就活得更顺畅更快乐更健康 这个就叫做成功了 我是地雷探测员 今天都学到了吗 如何避免踩到误会成功的地雷 原来成功就是这么简单的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按一个赞哦 并且订阅情感灵地雷 我们下次见 拜拜